演员们至少看过两遍剧本以后 他才有资格坐在那边唯独 我们今天所有的意见都不是评 也不是神也不是在教 就是切磋 好不好 谢谢李老师 拿你拿 是一台吴老少 到了台上你是演皇上 我照样磕头 是那婉政格格太难伺候了 只要是吃了御膳房的菜 对奴才不是打就是骂 每一个世代的演员都有他 不同的一个世代性的语言符号 语言习惯 你这样讲呢也可以 只要听着顺 然后有那个情感 够放松 我们就把它归类于比较真的 如果表演的很真 是一种美的话 美应该是让人拿来追寻用的 不一定是被拥有的 包括这个怎么演的真 怎么表演会放松 这都是一辈子要搞的事 奴才不知道 为什么到底是哪儿惹了哥哥 板子刚刚才亮出来 你就已经自己吓得好像被打了四五下一样 这就是某一种 几眉弄眼的一种戏剧表演 几眉弄眼有的时候不是贬的 是包啊 大部分的戏剧 真的是靠节奏 当我们的表演又流畅又清楚的时候 观众欣赏起来就很省力 越省力地吸收到你的故事 越容易感动 当一个人真正能够摆脱自恋 或者是自怜的时候 他才开始真正的成长 我们演员的一生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地学习自己的情感表现 那么在学习自己的情感表现的同时 你还要去学习如何接受别人的情感表现 演戏再伟大都没有做人伟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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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